冬季到来 低温来袭 然而在寒冷的冬日呢 有一些举动却给我们带来了浓浓的暖意 27号上午浙江宁波慈善总会 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 里面装着厚厚的一达汇款单 合计捐款103万元 工作人员结合寄信人所留的姓名地址 字迹等信息来判断呢 这笔捐款应该仍然是来自宁波慈善事业的老熟人 就是已经连续捐款22年 却从不露面的顺其自然 这封挂号信的收信人 写的是宁波市慈善总会会长 寄信人姓名是化名冉冉 落款地址则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宁波市中山路一号 打开信封 里面装着105张汇款单 其中103张是9999元 其余两张分别为50和53元 都是通过邮政储蓄银行汇款 根据汇款规定 金额达到1万元 就必须用真名 而9999元的额度 汇款人就可以使用化名 这正是顺其自然的一贯风格 工作人员介绍 宁波市慈善总会成立于1998年 从1999年开始 每年11月底到12月初 都会收到一笔大额捐款 捐款人的名字 总是从顺其自然这四个字当中选取 22年来 捐款金额累计一达1258万元 按照顺其自然的意愿 这些捐款大多数用于帮助贫困的孩子上学 以及贫困山区校舍改造等公益项目 而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 媒体多次宣传顺其自然的善举 在他的影响下 锦宁波市各级慈善系统 就收到匿名捐款超过5000万元 就在不久前 还有两笔大额的匿名捐款 他说不要告诉别人我的名字 然后他一说 那我说你总得有个代号 他就叫袁莫嘛